大家好 我是徐立賢 歡迎來到跨市博弈 你是不是都覺得NVIDIA用50億美元與Intel合作 就像一個江湖大佬 見到昔日的巨人落瀾 好心出手 扶回他一把 市場上大部分人的看法都是這樣 覺得這個是強者對弱者的一次普通商業合作 最多就是輝達想穩固一下自己的供應鏈 但如果我跟你說 你看到的這一幕 根本不是什麼英雄式英雄的溫情戲碼 而是黃仁勳精心策劃 用來重寫整個半導體權力版圖的一場權力遊戲 這50億買的根本不是Intel合作 而是在買某些公司的未來 你想想 過去這麼多年 Intel的X86 CPU在AI數據中心裏 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老實說 它就是一個工具人 一個高速公路上的收費站 每部GPU伺服器都要經過它 但沒有人關心它是誰 只要它夠便宜夠穩定就可以 在這場AI盛現裏 NVIDIA是食慾那個Intel 連飲湯都未必有份 但現在不同了 透過NVLINK這個神級外掛Intel的CPU 突然之間由一個收費站搖身一變 成為了整個GPU艦隊的核心引擎 它可以直接連入NVIDIA的高速網絡 享受最頂級的資源 這個不僅是一個升級 而是徹底的身份轉變 是權力的轉移 當主角風光的時候 誰會成為第一個犧牲品 很大可能就是蘇之鋒帶領的AMD 過去幾年AMD的EPYC處理器 為什麼在數據中心那麼成功 說穿了它就是搭NVIDIA的順風車 做那個最賺錢的最佳配角 它靠著平價高效能的形象 在NVIDIA的帝國旁邊 超超地賺取著非常可觀的利潤 這種商業模式好像很聰明 但其實極度脆弱 就好像你的副業收入很穩定 但有一天你的大客突然跟你說 他決定全力扶植你的死對頭 AMD所謂的性價比優勢 在NVIDIA的生態整合鐵拳面前 可以說是不堪一擊 但黃仁芬的胃口 又怎會只是滿足於打擊一個對手 它真正的目標可能是近遠的地方 你以為ARM陣營在慢慢蠶食X86的市場 GreatCPU說的高效能低功耗故事聽起來很吸引 是不是但在這個50億美元的握手面前 這些故事的說服力即刻大打折扣 對於企業客戶來說 穩定和兼容性永遠都是排第一位 雖然現在連X86這個舊世界的霸主 都可以得到NVIDIA的祝福 直接接入未來的高速網絡 為何還要冒險跳去一個全新的生態系統 ARM的美夢可能就是這樣被現實無情地打碎 說到這裏 你可能才明白這盤棋的真正核心在哪裏 沒錯就是台積電 表面上NVIDIA說這個不是GPU製造協議 但你信不信? 在半導體這個行業 技術合作永遠都是代工訂單的前奏黃仁芬 甚至整個美國對台積電的過度依賴已經不是一個商業風險 而是一個地緣政治風險 這個就是圓在他頭上的一把刀 他今天用50億美元表面上是買Intel的CPU合作 實際上他是為NVIDIA的未來 買一份極其昂貴 但有絕對必要的保險 他要告訴全世界台積電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這場權力遊戲中 當所有巨頭都在互相撕殺的時候 其實有一班人在笑著 誰就是那些賣產賣水的人 ASML Cadence Synopsys這些設備和軟件供應商 晶片設計越來越複雜 由以前一大塊變到現在好像砌LEGO那樣 這些軍火箱就越開心 因為無論誰贏都需要用他們的工具去打仗 複雜度對他們來說就是印鈔機 所以想清楚你要玩的遊戲 你是要繼續在設計好的規則裡面 跟著市場共識去押住誰是今天的贏家 還是去理解 並利用那些潛藏在規則之下的真正權力槓桿 看清楚誰才是真正制定遊戲規則的玩家 記得訂閱我們的跨市博弈 還要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內容 如果有興趣請加入我們的Facebook專頁及Patreon會員 資料在下面info box下次再見 當然 我們需要 responsible 我們未必須的ő分 資料到